18号下午由福建社会科学院现代台湾研究所和福建省金门同胞联议会共同主办的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座谈会在福州召开 座谈会上来自金门的孟宪廷表示 这次中央出台的意见涵盖了在路台胞生活工作的方方面面 对于想要登陆发展的台湾青年人来说绝对是好消息 而身为金门人的他还因此感觉到盼望已久的夏金大桥就近在眼前了 当金门的年前在期待这个事情的时候就会有一个无形的推力 那如果说这件事情成了也可以成为台湾本岛的年轻人看的一个示范的点 来自马祖的曹伟汉则表示金门与金江已经通了水 这让马祖民众很羡慕 福州与马祖距离也很近 本来就应该是一个生活圈 借由这次意见的出台 他希望福马融合的步伐可以更快一些 我觉得目前在大陆很多政策是对台胞是向好的 那这次意见出来之后 我觉得它更明确了很多的方向 然后我觉得台湾跟福建本来就是一家 我是马祖人 我从小说福州话 然后我吃福州菜长大的 所以这次的意见更我觉得更对于就是更有指向性 比如说金门马祖跟福州厢门的融合 我很期待这件事情的发生 当天共有近20位省内专家学者出席座谈会 福建社会科学院现代台湾研究所所长苏美祥认为 之所以要在福建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首先是因为福建自身的发展进步 尤其进入新时代以来 全省努力实现了大跨越 为现在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提供了现实的基础和可操作的路径 按照我们这个学者经常讨论的一个愿景 就是说能够在这个师范区里面 台胞台起有更多的参与 包括参与到经济社会的发展 包括参与到这个社会的治理 更多的体现这个我们台湾的元素 在这个师范区里头 再一个呢通过这个福建的发展 通过敏台同胞携手 共促福建的发展 也能够为两岸同胞携手 共赴中国是现代化 真诚做这样的一个释放 说白了也就是说 能够通过师范区的建设 能够为未来的国家统一 愿景在福建的师范区建设的未来 也能够有一个展现